大家好,我鄧慧雯,阿輝,為你作會心思有人知道 大家好,心思有人知道,我是阿輝 今天我的來賓是導演、作家王娟 哈囉,阿輝啊,你好,大家好,我是王娟 娟姐好 再唸一次 王娟,金鐘獎加持的演員、導演、戲劇老師與作家 無論是在影視作品中,或是劇場舞台上,都展現了獨特的魅力 除了台前的光環,王娟更以生活中的韧性與溫柔 為自己書寫了一段段精彩篇章 她挑戰自我,打破生活與表演的慣性 勇於面對最不習慣、最害怕的事物 以細膩的心思,探索著每一個身份的多樣性 你知道那個金鐘獎金嗎,頒獎的時候 旁邊會有一個說,得獎的是王娟 然後叫做說,細膩的表演,以自己的內在 就要有這樣子的一個對話 就是很像那個要幫你寫一段那個定論 等於是註解啦 這個人,但人很難被註解啊 我常常覺得,而且我對於被定義這件事情 我非常的有感覺,但是我很不喜歡 所以是不是因為這樣,所以自己寫 免得以後人家去解析你跟你父親的關係 所以自己先寫 我自己先寫 自己先剖析自己 然後不要揣測 我後來發現 揣測是最無聊的事情 我還真的做過一個練習 那個是 一個古老的民族他們做托爾 托爾什麼課的人 他們有四個練習 第一個,不揣測 第二個,不胡亂承諾 第三個,信守承諾 然後第四個我忘記了 就是 我有做過一年的練習 我對我自己做的練習 不胡亂承諾跟信守承諾 這個就已經很難了 可是不揣測我覺得很困難 這個上次我們可能有聊過就是 我上過一些課嘛 就是說我們看那個叫奇蹟課程 他就說你看出去這個不是桌子 他就叫我們重複 這個不是麥克風 這不是燈 這不是紙 他叫我們做這個練習 就是我們不 原來他是被定義的 所以我覺得被定義這件事情很有趣 就是我可以重新定義他 而不是別人定義他 我follow他 我比較是在這種態度 那 有毛病 不揣測你那時候練習了 你說一年 對 那現在還有在做不揣測這個練習 已經不太需要揣測人家 因為我會 我覺得就是 我舉例就是比方說那個也有情緒 我以前會覺得直接跟自己做連結 說是不是我惹到他什麼 我是不是剛剛什麼動作 讓他不開心 或者是我剛剛是不是怎麼樣得罪他 我是不是講話講錯了 這叫揣測 那揣測跟反思有不同嗎 當然不一樣啦 揣測是我對他的行為所產生的一種意想 所以那是意想 你以外的 對 但是我們看自己 是要看的 反思是另外一件事情 比方說我進門 我太大聲 他在安靜的寫功課 那我就 I'm so sorry 這就不是傳想 這是事實 我太大聲造成他的驚嚇 那我說 那我下次要小心 因為我需要尊重別人的空間 我敲門應該knock knock 我可以進來嗎 我忘了敲門 OK 這叫反思 好 很不容易 不要在我的傷口上撒眼 我青年都沒入圍 好 那總而言之入圍了嘛 對入圍了 娟姐你覺得會得獎嗎 其實我自己在第一次得獎的時候 我入圍 第一次入圍的時候 我就講說 其實我該做的功課都做完了 我該做的努力我都做了 接著就是 交給老天爺 陷阱沒有跳進 所以不揣測 我不揣測 不揣測 這個評審會不會獎頒給你 但是我會做的練習是 我還是會準備 如果得獎的話 我還是要準備啊 因為 我最起碼有五分之一的機會啊 我不會當作是zero 你還是要準備得獎感言啊 要念到的人 要寫好小才要背好啊 反正我還有一陣子可以準備啊 所以慢慢修正 還要穿衣服啊 這個講起來就有點小複雜 就是因為那一天呢 是10月18號 我要台東演出 我在台東演出媽別鬧了 我跟劇團商量過了 而且是 因為我 故事工廠是 是跟台東 台東縣政府 就是買斷的節目 所以我們要去演出 那當天他很高興 我有跟劇團商量知道時間相撞之後 但是我一個晚上就想清楚了 好奇 你怎麼做這個抉擇 呃 你是說一個晚上怎麼做抉擇 不是就是說 雖然你得過金鐘獎 可是你沒有得過生活風格 節目主持人嘛 所以你可能會是一個很重要的得獎的經驗 然後另外一邊有個責任要演出嘛 你怎麼抉擇 呃 事情有先來後到啊 就是劇團演出是 是不可替換的 哇賽 你真的有做到 你剛剛講的 因為你承諾人家要演戲 所以你就要信守承諾 對對對對對 我其實我一個晚上起來 我就發簡訊給劇團說 劇團做什麼決定 我就跟隨 就這樣 我說沒有關係 俊姊你真的有做到耶 所以最後一個是什麼也不重要了啦 不是啊 對啊不重要啊 就是我會我會 呃 我另外一個就是 真的就是信守承諾 我說到做到 對啊所以 呃不傳想 然後不不亂開承諾 對不亂開承諾 然後信守承諾 你真的要實踐耶 所以活得比較快樂啊 所以我不太會被 呃別人的情緒拉扯 可能很多人會在那個晚上 拉來來回回來來回回 哎呀 哎呀我突然覺得 我就想我利多的部分 啊我就不用去找衣服拉 我就不用去找珠寶 那所以 如果劇團是決定要在台東演出的話 那個我可不可以代替你去參加 哦可以啊 歡迎 但是可能要排隊要抽籤 好多人要幫我上去 每個人都要搶這個 Sitao 好 那我們來說到上一次 也是聊人生觀 沒錯沒錯 那我要介紹一下就是這次你的身分在本節目這兩集的身分叫做逆光的作者 這個逆光來來來 來來來來 來來 自己的书 自己的宝贝 我们上次谈了 前面有关于跟家 还有人生的一个路线 那我说上次的时间 还不够谈到里面 我很喜欢的后面 例如说 你怎么看待 自己内心的部分 那我先来念一下 上一次大家想要给你的回应 逆境的镜头成为自己的光 Cherry说 可以再请王老师来上节目吗 老师已找到自己的法 OK 法 他有听到你的法 适合自己的都是好法 然后再来 关于情绪深海那段 最近特别有感触 对于生活中所有事件 引起情绪的龙卷风 我的视野角度慢慢练习 从拉开距离的高空观看 然后可以自行决定 要继续还是慢慢淡出 让心情可以迅速的恢复 淡定如常 一切回到日常轨道上 这个也要请娟姐来回应一下 多说一点你跟情绪 因为我们知道你就是细腻的人嘛 那像上次那个叶子 大家真的觉得又大又漂亮 而且他是讲漂亮 漂亮其实比漂亮还要漂亮 你知道吗 又中间又充满了童趣 对对 所以你应该是情绪很易感 或者说很有感吧 那你如何去跟自己的情绪相处 应该说我一直在研究我自己 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很 我对自己非常好奇的人 那我在外面有一些情绪是会被放大 而且我们会需要用在角色上面 可是我真的回家去想 那个情绪是我的吗 可能根本不是我的 而且我还做过一个练习 你做练习好多 所以我说我对自己做的很多实验 比方说 这边有讲说在那个台风眼 你在台风眼中间 他怎么翻滚 我在中间是不动的 我只看到他这样子转转转转 但他总会落定啊 他总会结束 而不被他拉扯 这是练习哦 那我当然前提是 我有情绪的时候我就跌到底 我就是泡到底之后也不过就这样 你那个也不过就这样 我跟你讲我不骗你 我在情绪泡到底的时候 有时候泡了好几年都还没出来 我泡过十年啊 所以你十年你还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然后直到有一天 那也很耐得住心 直到有一天 因为我自己会书写 我会跟我自己对话 谢谢谢谢谢谢 然后写了很厚的日记 那有时候我会拿回来看 看了之后 哎呦我鬼打墙 这个情绪 一个情绪 混十年 够了吧 我就跟我自己讲够了吧 他就停了 就这样 嗯 我觉得 我觉得我有一个比较好的能力 其实可以分享给所有听众朋友 就是 但是 我觉得企图的跟自己 当自己的好朋友沟通 说 这够了吗 还没够请继续 够了就 吃饱了就不想吃了 哎 我非常同意你这个理论 我以前当 精神科医师的时候 但比较年轻的时候 那时候比较不会讲话 但其实想的事情 不见得是错的 那 有人就跟我说 我失恋了之后 都睡不着 这样他就来 然后说要开什么药这样 我就说 我还没讲话就说 你看 我已经看过三个医生了 那这是第一个医生的药 还是睡不着 第二个医生的药 睡太沉 第三个医生的药 有副作用这样 那要怎么办 然后我一看 日期都很近 我说 失恋之后就睡不着 那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五天前 我说 所以你是五天前失恋 他说对 已经五天都睡不着 我已经看三个医生了 所以我是第四个 然后我就跟他说 那 还是 就先不要睡 他气死了 你知道吗 他去客诉我 对 因为你太真实了 对 他就不会讲话 那 等到我慢慢的训练训练 老师教 磨练 被病人骂了之后 等到我拿到 专科医师证照的时候 我也懂得了 不能这样讲 我就要跟他讲说 哇 那种 失眠五天 你内心睡不着的时候 在想的事情一定非常的痛苦 所以午夜 感觉就像已经五年没睡 一样的漫长 他就流眼泪了 就觉得你讲了 我说对了 你认同他了 最后讲完了之后 他同意我说 先不要急着吃药 先沉浸一下 但是 这样子的这种信心 我是不是书上学的 是因为我失恋的时候 我也睡不着 我到睡不着 第五十几天的时候 我还在日记上写说 就不要睡 我就看 可以把我整死到什么程度 我能够 我们的个性好像有这种部分 就是说 我看能弄到什么程度 我能够掉到什么程度 而且 我还可以分享一个面向 就是 我自己有发现 我会抓那个情绪不放 其实是方便 我指责他人对我不好 很方便 因为 我同意 就是我是受害者 都是他害的 对不对 可是人家早就去过快活日子 你讲这个是 从什么样的人生经验 其实娟姐 我有一句话 我直接说 我看了你几本书 我发现你还蛮常提到前夫的 我蛮感谢他 他变你的恩人 对 因为如果 我没有这个人 帮助我去省思 我自己 其实是还蛮自我的话 所以我大概认不清我自己的面貌 因为他有一种 能力是把我一把推到了一个绝境 就是 我能怪他吗 其实我就去省 审视我自己说 哎呀我为什么要走进婚姻 其实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说你想要走进婚姻 在这本书里面 跟父亲那时候的期待的阶段有关系 那到底是怎样可以一把把你推到绝境 因为你每次写到这个部分 我都非常的好奇 然后你其实都会 我嘎然而止 对你都会嘎然而止 我就想说到底是什么人 可以把你推到绝境 可以跟大家讲吗 那是怎么样的一把 谁把我推到绝境 可以怎么样 什么叫做一把把你推到 因为就是不被 不被珍惜不被爱啊 就是你在关系当中 你突然发现做了很多事情 或者我自以为做了很多事情 是没有价值的 可是我觉得自己明明蛮有价值的啊 为什么会变得这么 让人讨厌 我成为一个讨厌的人 你知道我多不喜欢我自己吗 那时候 那怎么办 没有怎么办啊 就发生了啊 发生了然后就 你知道那时候我睡觉 我牙都会崩掉 紧张 嗯 然后脸都是暗的 嗯 不漂亮 我就想说天哪 我怎么了 然后很想逃 是因为我觉得我被困住 我是一个困兽 所以认清自己 其实不太适合在婚姻中 我是也多自在 你的逗句 标点发的是 认识 认识 我王娟自己 我不适合在婚姻中 我刚刚听成是认识自己 的人 不适合在婚姻中 我突然觉得 欸好对哦 后来发现你不是这个意思 我 我没有办法替别人发言 但是我要替我自己讲 是我觉得我不适合 不见得别人不适合 像有些人就会想要 他喜欢两个人有伴 可是我 我前一阵子遇到一个朋友 我们运动的朋友 他结婚了 然后我说你习惯吗 他是独生女 他说 有点不习惯 但是 我说什么地方 他说以前是凡事都是自己做决定 就出发了 可是 现在做决定 啊不行 因为有一个人要商量 所以要跟对方商量 他说这也是他学习的过程 那我说那你喜欢 这样子的关系吗 他说喜欢就是学习 那那个商量的人 会商量出什么结果 我觉得坦白讲 也差蛮多 如果每次跟他商量 你都会觉得说 你们在不同的星球上 然后你就被迫 一定要走 你不想走的旅程 其实真的就是很像困兽 那到底娟姐所谓的 那个困的感觉 是什么 为什么困 对 就是装死 装睡 就为什么你会 就那么快的看出 其实你自己应该要做改变 等一下喔 让大家先感受一下 因为现在在婚姻中的人 他也要看一下 对对 他要决定下一段要不要听 因为他们会害怕听了之后 会不会做出什么巨大的感觉 没有啦 休息一下就回来 大家好我是阿伟 今天我们的来宾是王娟娟姐 导演作家 金钟奖入围主持人 我们在谈刚才说 逆光这本书里面 又重新回溯了很多你的历程 从家庭到你人生的不同的阶段 讲到婚姻那一段 你刚才说的我觉得很多人都有共感 阿会刚刚的共感甚至听成 就主观的听成说 这个认识自己 不适合婚姻 不适合婚姻 我怎么觉得很有共鸣 都想要拍手了这样 但 但我说我不想替他人发言 我们不替他人发言 就是 可能我们认识到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但是我想 为我们的听众朋友问你一件事 很多人是知道自己在婚姻当中 有困住的感觉 不管是本性没有办法发挥 或是怎样 像我觉得我很可爱 可是 这个在我的婚姻里面 不太有credit的这样子 我老公希望我安静就好 那去外面可爱 最好不要乱讲 来这里可爱就可以了 在我外面去可爱 所以我坐在节目上面刷可爱 可是很多人会 怎么讲 卡进了一个不对的路途之后 你要转换路途 是很困难的耶 你那个时候有什么样的 特别的契机吗 其实 我在 应该说 新婚的那天晚上 他接了一通非常长的电话 我就知道我们婚姻快完了 新婚的晚上 对 对 她的前女朋友打电话给她 新婚的晚上 对 我觉得她个性是这样 你是说 这个 她可以陪她 她可以接她的电话 要安慰她 所以这是一个很博爱 很多情的一个人 明白 对不对 很博爱很多情 她觉得她那时候 好像我是一个拥有者 然后那个是一个弱者 所以她要安慰她 所以她的个性中有这个部分 你说在朋友中很好 可是在关系中 尤其是我们这种 好像本末导致耶 这个关系其实是失衡的 我记住了 我记住了当天晚上的感觉 其实这个是一个 应该说很多关系 或是很多 那个小裂缝就是这样开始的 其实我察觉 就好像玻璃窗 突然丢了一个石子 他那个是慢慢裂开 看什么东西 其实都非常没有安全感 我不喜欢自己这样 所以在某一些时候 就觉得差不多了 可以离开了 对 但还有发生很多事情 因为都已经分开那么久 我也觉得不需要再多说什么 但会觉得 如果我想回 我把自己要活成一个很委屈的自己 我不要 所以需要下决定 而且是朋友帮我忙 朋友有帮忙 对 那时候就是 就会觉得说你不要委屈自己 然后连她的母亲 其实也会觉得说 是我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吗 所以 就变成 变成是我个性太强 可是我本来就是这样 对不对 你当初不是就喜欢我这样吗 我就这么有个性 我就是一个很能做决定的人 怎么突然变成 你要把我的金刚狼 就是你知道 藏起来那个要把我拔掉 那我就只能滴血啊 没有东西就喷血 对 所以其实大家有在讲说 那种 其实人有时候在某些 生活的刺激跟事件下 你发生碰撞或摩擦的时候 你是会知道说 哦 原来我的形状是这样 对 对 那下一步就是说 大部分人 发现自己的形状之后 是拼了命的 要继续跟外面的磨 磨合 可是磨到某一种程度之后 你会有一个心思觉得说 我不要再磨 因为你磨到骨头了 已经磨到骨头了 对 因为我这样讲 就是说 我大姐以前在婚姻中 她也讲过一句话说 要有要的处理 不要有不要的处理 她是要的 她要就需要 因为她要维护这个家 她就有她的处理情绪的方式 她跟大姐 我突然抱大姐的料 就是她跟大姐夫吵架 就是他们两个不会吵架 但他们就是会 很像两个狮子 哇这样起来 我大姐会先退下 出去看书 她去书局 等情绪处理完之后 再回家跟她说道理 她不当下吵架 而且小朋友都在旁边 所以我大姐想的很远 其实说真的 你大姐夫也要配合 就是说 所以她不坏啊 能够知道说 她现在是走出去 因为我跟我老公吵架的时候 她都觉得 不准走 她都要出去看书 跟不当下吵架 我不放人 她都掐着人家说 你给我出去看看 你给我看书看看 所以我觉得 可能是男生女生的不一样 所以我姐姐有说过 我大姐夫算是脾气好 她也对孩子好 只是在教育理念上 两个人是不太一样 因为身长背景不一样 那要达成共识 或者是要能够一起变好 这是需要努力的 就像她们两个很可怕 你知道吗 就我大姐夫常会跟我大姐讲说 不要滥用母权 我大姐会跟我大姐夫讲 不要滥用父权 就是两个人 所以完全是 对孩子的教育这件事情 他们花了蛮多心思 所以这就是 选择自己要的来过 对 然后我们上次 在讲到这件事的时候 就是你说的那个磨嘛 磨到 假设磨到骨头 剑骨 其实有些人磨到骨 还是继续磨下去啦 有 真的有啊 那 我看完这本书之后 不是跟你讲说 人家找到自己内在之后 都会说 啊 拥抱我的内心小孩 就世界上 只有你说自己内在是恐怖分子 可以说说那个恐怖分子吗 有多恐怖 应该说我发现 我先讲远再讲近 好在我是做表演工作的人 所以我 当我发现我内在有那个黑暗面 很恐怖的那一面 那就是恐怖分子的时候 我当然会吓一跳 但是 我很幸运是我可以用在角色上 他不会出来伤害我 我可以用在角色的表现上 可以举个例子吗 我举例 就前几年演过一个 我们最近要演一个叫做 《当你转生之后》 这是绿光剧团的 那不是说你从头到尾都没离开 对 我已经有帮你宣传过 来看戏 然后里面就有一个严格的部分 就是那个女教授是非常严格 我就看到我里面其实极其严格 不只是对我自己 我对别人以前那时候非常严格 我看不得一点点就是有点完美主义 就是我会这样看人家 其实我心里就是 我这两把剑已经射出去 他为什么做不到 他为什么做不好 我虽然没有讲 以前还会纠正 后来发现我不要对别人这样 我可以对自己 但是我不要对别人这样子 所以我是慢慢修正 我里面那个恐怖分子不要对别人 我是跟他和平相处 我必须要学会让那个严格 那个完美 不要伤害到别人 那你的恐怖分子不够恐怖吗 恐怖分子还有在听你的指令 让你去修改他的 要啊 你要跟 我第一个我先要知道他在啊 所以他才不会突然跳出来咬我啊 我也可以讲嘛 就是我也那个恐怖分子跑出来的时候 我是会打人的 我可以讲喔 那我还是讲一个好了 什么都可以剪掉 刚刚这一句不可以剪掉 我就说我在念大学的时候 然后我的大学男朋友 突然就 反正他就是很碎念 非常碎念 你知道我那火上来 一阵子才 一巴掌下去 然后他就哭了 他说 我姑姑就是心肌梗塞死的 什么好啊 对啊 他跳很远嘛 他就是说 如果我这样对他 他有一天就会心肌梗塞 他们家有心肌梗塞的病死 然后你知道我当下我觉得我好坏 因为我 我拉出我自己看他我在笑 坏不坏 有恐怖 有恐怖 他这样子哭 眼泪滑啦滑啦滑掉 我干过这样的事 那个是不可控制的 懂懂懂 爽上来 然后你知道那个火 我自己感觉它 上来了下去了 就做了 就这样了 其实你说 那个内在的 隐暗 其实 正常状态下 人不会去感觉 但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有 对 只是你刚刚讲那个 我特别有感的是 你不知道自己内在的东西的时候 你就会对别人 对 因为我以为我很和平 平和的一个人 我一直以为 我很nice 我很良善 但是发现这件事的时候 我不是 我里面那个东西很暗很黑 而且我会笑 你知道那个 不是当下 嘴巴没有笑 但是我看到我自己 其实开心的 那就是说 你再讲 你再讲 还有第二巴掌的那种感觉 对 所以你应该会 我觉得你应该会 蛮有 他不是小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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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觉得你应该会对 跟容格蛮聊得来的 其实 就基本上我 我所相信的 或者所体验到的是 所有的东西都是配套 同时存在的 也就是你刚刚讲说 如果你很善良 很心软 那你的邪恶 跟残酷 严峻 或残酷 在哪里 这个东西照理来讲 本来是 怎么讲 天地未分化 所有事情融合在一起的时候 他应该就是没有 这种特质的演化 你必须把严格 压抑掉 你才会温柔吗 对 我再讲一个例子 我那时候 在导四姐妹的时候 演员在后面 这样 就把我惹火了 你知道吗 这个没讲过 对我没有讲过 来来来 你们思维听一下 就是后面那演员 反正一直 跟我在那边 我都没有回话 但是他讲的话 非常不好听 我没有 我一句都没有回应 我火都 上来 我是背对他 你知道我是这样子 继续拍戏 我可以这么狠 我当他没发生 其实这个 比我跟他对杠 要恐怖 因为我骂他 或是我跟他吵架 我还要收拾善后 因为我当下想的是 八百步以后的事情 这个戏要不要排 吵架 我要不要收拾他的情绪 我要不要收拾我自己的情绪 我不要 既然我不要 我就不要开启这个战争 我就直接排戏 那我可不可以说 你说的这个 跟自己情绪相处的方法 就刚才 从一开始 我们在谈这个方法 你的方法 并不是去否定他压抑他 但是你也不是任性的被他带着走 而是你活在那个情绪里面 甚至你看 往前看 因为我知道我们是一条船的人 任何一个人在船上着洞 我都必须要阻止 但是你把他的斧头拿走 其实不能用暴力 我只能让船的速度变快 让那个漏水的部分 不会太厉害 让他还没着 当他那个洞还没着穿的时候 我赶快 用速度把他带走 然后他也非常意外 因为他没有想到 我是用这种方式处理 因为我们必须用一个 别人没有 就意想不到的方式去处理他 他就 他会 怎么是这样处理 他就反而 有点不知怎么回应 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的棒 就是 让船的速度变快 对 其实人生是这样 人生就是时间组成的 对 因为我还遇过一个 其实我在之前的书上 更精彩的八卦 等一下回来 好的 回到新世有人知 今天故事 越来越精彩 据说 现在还有挖掘到 大学的时候的秘心 对 因为其实我在其中一本书 我其实写过这段故事 就是一个无人知晓的清晨 其实我写过这段故事 那我觉得那时候 我完全是 我不确定在心理学上怎么讲 但是我那时候出现了所有的SOP 因为我的那时候的男朋友 不让我去念大学 因为他觉得我念大学 又念戏剧系 他觉得叫做抛头露脸 你看多么八股 我就遇到这种奇葛 男朋友是 对 他其实是空军官校的 然后他非常的八股 年纪很大吗 没有他比我大三岁 他比我大三岁 但是 人就是这样 总觉得那是他的所有物 更好玩的是 因为所有的relationship 在我们那个时候 其实是没有发生性关系 可是他受不了 然后他的朋友们会说 上了没 其实跟现在的关系 是不太一样的 是 我觉得 这是我另外一个 就是我对于身体的自主权 我很清楚 就是我不要就是不要 很清楚 然后 他当然觉得很痛苦 他就要强暴我 要把我杀掉 所以在一个无人知晓的清晨 就把我带到田间 我们常去散步的地方 是很恐怖吗 你讲他想要强暴 你可以不要讲 要把你杀掉 听众很认真 你知道吗 那个 当然最后我很平安 因为 我觉得 这是我另外很想跟听众朋友分享 如果你遇到很恐怖的事情 很为难的事情 很吓人的事情 什么是最重要的 要想清楚 人生安全是最重要 不要激怒他 你看我想的多清楚 大学 大学生 大学生 你真的也不是一般人 所以我说我遇到事情都好奇怪 很奇怪 后来就把我带到旅馆去 然后当然不愿意是什么都不会发生 但是我就动之以情 把他里面的情感丢 我在这边做心理辅导 让他心里面那种温柔的 我们曾经是 真的是有相爱过的 那个情调带出来 哇 然后我很平安的回家 我回家才发抖 我全身都是泥巴 你是一个taming野兽的过程 尋寿的过程 可以这样讲 可以这样讲 很恐怖 对不对 他拿着刀抵着我 要不要嫁给我 要不要嫁给我 我想说 不要在这里 所以我脑子好清醒 我想说 我有一个SOP出现 第一个先把刀子丢掉 第二个做什么 第三个做什么 绝对不要激怒他 这也要想得很清楚 同样的 因为我有时候看到 社会新闻 其实我也会觉得心里难过 因为不见得所有人都会像我这么冷静 因为我们认识很久 我也认识他爸爸妈妈 他爸爸妈妈也认识我爸爸妈妈 我不希望他们伤心难过 所以其他都很好解决 只能说呢 对方是外显的恐怖 但没想到 遇到一个里面很硬的 很恐怖 我居然可以寻补他 他挟持了真正的恐怖 对对对 可以这样讲 可是这样的你经过很多很多的 就对自我的了解啊 开发 然后你也越来越知道 你适合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生活 跟别人相处 那即使是这样的 你经历了中年 或是过中年 也还是会觉得有考验 也要调试的地方吗 有啊 其实从这边讲回来 其实就是说 我还相不相信爱这件事 嗯 嗯 嗯 其实我想过 就是 嗯 嗯 那我会不会跑到爬 因为碰到那个 我心里面是有结界的 那那个要把那个结界打开 我也需要练习啊 不管几岁 所以不见得是在婚姻中 嗯 就在那个结界是没有 其实在婚姻中 其实很多人心里已经 已经画了一个框 所以你绝对不能踏进我这个地方 对不对 我的秘密花园 我的神秘小屋 你不能进来 那当然相对的 不管是不是婚姻关系 都会觉得 有一块是靠不进的 都有吧 我只是很简单 因为我的状态比较纯粹是 我又单身 没有小孩 独居 我只养鱼 鱼 我连宠物都没有养 我就养鱼 所以你觉得这是中年 或是后中年 你会重新去思考的事情 但是我有一个能力是 我可以把我的余裕放在创作上 或者是讲创造有点过分 创作 各种形式的创作 我想玩的东西太多 所以我不会把我的心思放在 是不是很孤独 是不是没有人爱我 不会啊 我爱很多东西 因为我觉得我做的事情都好好玩 可是其实很多人 把那样放在创作的 典型还是有几个中年的课题嘛 你刚刚讲了一个 例如说中年的时候 如果是决定继续自己一个人生活 还是说 你要在 你要在后面的人生纳入什么 或是要割舍什么 这个都是大家经历的 对 我在想有很多创作 或是表演工作的人 过了中年 在往老年去的时候 还有一关要过的是 什么讲 我觉得你还没遇到 因为你现在要得金钟奖 就是有一个 从台上离开 无价值感吗 从舞台上离开 我说的离开不是人生舞台 然后挂点 是你从舞台上 或从聚光灯那边 真正的离开的 这个过程 对你而言 你想像会是如何 我现在是在做练习啊 怎么练习 我可以不去参加金钟奖啊 可是你是去表演啊 你是在另外一个舞台上 我觉得就是种菜啊 我觉得就是 回归普通生活 跟家人在一起 我就是 nothing 我觉得就是普通过日症 所以你是个大明星 然后你有这么多的表演 然后其实大家也都 常常想要期待你的下一个作品 或什么 这样的你在私人领域上 你不会有眷恋 别人的注意力啦 或是觉得下台困难的 这个过程 没有你最好不要注意我 真的 我私下就是 我觉得我能够贡献的 其实在影像或表演 我做啦 我就做啦 那私下的我 我其实很需要单独 所以不要打扰我 你知道我说的那种 有一些明星 有下台困难症 对不对 我觉得我根本没上台啊 我跟你讲 以上这一段 我必须要说一下 我们的来宾 他为什么觉得他没有上台 因为他生就生在舞台上 就是舞台就是他的地板 这样子 没有所谓的下台 或者是说 或者是说我一直很有觉察 别人对我的好 是来自于什么 就是因为他们认识我 什么意思 因为他们认识我 是因为我的工作 所以我很感谢 所以我相对应 不觉得是理所当然 我问你一个小问题啊 假设你去一个小店 然后人家认出你 你会说哇 你是有影后啊 什么王娟啊 然后你吃东西 是会打折 还是他期待你吃多一点 我都没有在想 但是他会送小菜 我的朋友常 你是那一种明星喔 你知道明星有两种 是这样 一种是你出去 大家觉得好喜欢你 觉得好感谢你带来的一切 所以送你小菜 另外一种觉得说 喔 你那么有钱 喔 我要叼你贵一点 喔 例如说 十价 十价余 余十价嘛 还先十价 对不对 你知道吗 真的有一种人 他的存在方式 你说别人对你好 有一种他的存在方式 会让人家觉得说 喔 那你应该多照顾一下 我们的小店 因为你很有嘛 或你很这样 所以你是那种人家 会对你好的那种 对 而且我也不觉得理所当然 别人对我好 我不觉得理所当然 我会多买 而且我说你不可以 不可以不算我钱 我说做生意都不容易 我是这样讲 那谢谢你请我吃小菜 我很高兴 我收 我收别人对我的善良 但我也不会说 我觉得就平白无辜的拿 我反而会多带 多几次去吃 喔 然后我觉得 你不认识我没关系 但是 呃 我觉得你东西好吃 我是很愿意 我是很愿意带朋友去吃的 感觉君姐跟人 是 就是 很靠近 对对对 是舒服的 就是是舒服的 还有一个 真的想清楚 我们做表演工作者 其实已经得到了太多的好处 我们有什么资格去跟别人炫耀 根本就是个 根本 其实就是职业别不同嘛 我们只是被看见 而且我也说过 演员 就表 表演演员 我不能讲演员 就是 大家对于这个工作 其实是明跟利的最大显化者 对 我们的工作 那考验的就是欲望 我能不能通过这个欲望的考验 你在这方面 就是看你所书写的 你一直都不会被欲望所卷走 没有 因为你一直都过着很淡定的 对对对对 因为可能我终极知道我要下台 所以我找 我都一直在准备 所以你说 如果 如果说我有上台 其实我一直准备下台 下台其实是需要准备的 不然是会茫然 对对对 我都知道说 我其实不被注意 我这样活的也很好 我还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可以做 我不一定都要在聚光灯之下 我剩下7秒钟 我只能问一个问题了 所以你还是坚持要讲后青春 不讲后中年吗 都可以啊 后什么都可以 看娟姐的书是这样 有童年 然后青少年 然后就是成熟 青春 然后就后青春 多正面啊 对啊 为什么讲什么中年老年呢 随便 现在书里面 自己贴自己标签 不要人家贴 没有老年期 只有后青春期 一直想说是有第二册吗 其实就是 快了快了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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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娟姐 应大家的邀请 再来了一趟 那我们也祝大家都能够青春 后青春 都很快乐做自己 是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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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